男人们我今天买了一个猪肚27块钱 你这个花了我58块钱 话说这个猪肚怎么这么臭 比我前天弄那个臭豆腐还要臭啊 又臭又脏又油还年首 清水洗了两边之后 我再来加点白醋 还有来点面粉给它泡一泡 然后再洗一洗 为了你们的身心健康 大部分洗猪肚的过程 我就直接掐掉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想洗猪肚了 前后洗了20多分钟 总算是把它洗干净了 咱们加点料酒 把它焯一下水 焯水烤好了之后 咱们用热水把它冲一下 然后刀一刀刀成条 然后再给它扒扒拉炒一下 炒个大半熟之后 放入砂锅 丢上几个姜片盖上盖子让它煮 然后我这边再弄点山药 我要做一个猪肚山药汤 砂锅这边咱们揭盖看一下 你们看看这个汤已经开始变白了 不过现在还早还得多煮一会儿 咱们丢几颗红枣进去 把山药也倒里头 然后再加点盐 难得 以前在外面吃那个猪肚鸡火锅 他们一般会放那个胡椒粉 但是会放白胡椒粉 我在家里没有白胡椒粉 只有黑胡椒粉 我也不想为了吃到菜 专门去买一个白胡椒粉 所以就这样啊 怎么盖上盖子 灌点小火 让它慢点熬 好了开盖 总共煮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你们看这个白白的浓浓的汤 咕噜咕噜的沸腾 看着很不错呢 咱们起锅 神起来神起来 我来尝一块猪肚看看 猪肚比较有嚼劲 如果多嚼一会儿的话 它也能嚼得烂 嚼得碎 味道可以可以可以 我再尝一口这个汤 不过我这个手好 烫了这个碗太烫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把它放在灶台上 来尝一口 这个汤的话比较清淡 因为调料放的比较少嘛 有那个山药的清香 因为放了料酒和生姜的话 也没有什么腥味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你们觉得我今天做的这个 猪肚山药汤 怎么样了家人们 嗯